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頒獎勵可以說是本地球壇最隆重的盛詞 俗重於這一晚亦特別加許本年度有優異演出的球員、教練 當然不少揭曉今年的新展出爐香港足球先生 今年的得獎者是葉蓬輝 當然開心 足球先生這個獎項是對國界對自己肯定 尤其是用龍門的身份去獲得 一個是比較困難的 希望每一位都重視龍門的位置 其實龍門在球隊的位置都是很重要的 聯賽冠軍東方可以說這一晚的大贏家 貴重折替楊正光煮碎位置的牛丸陳婉廷 成為全球首位以雷教練身份 帶領籃籃子職業球隊奪冠 這項揭出成就令他獲選年度最佳教練 我心情還未評估 坦白說我真的沒有餘 我自己心目中有其他更好的最佳教練的人選 很開心 多謝投票的每一個 我自己最想多謝就是 東方體育會的天啊哥 龍門志先生 因為我一開始 他叫我接受做主教練 我很抗拒也很害怕 但他真的給了很多支持和鼓勵我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為他這個決定 覺得驚訝 但我想我今天獲得這個獎 是對他的決定其中一個認同 我自己將來 我真的不太貪心 我覺得我今天所有事情已經是極度超出預期 我都希望逐步逐步來 正如你所說 可能接下來有些挑戰 可能會講一下球 或者自己去進修 然後又會帶東方去打亞洲賽 希望一路盡力做好自己 吸收多些經驗 再將一些好的帶回香檔足球 希望和所有本地教練一齊 去為香港祝運努力 祝中每年都會選出兩位有優秀演出的年輕球員 結智中堅李毅海 和飛馬中場陳俊樂 雙雙獲選 當中樂仔近來說 裸掌停不了 最開心是前幾天 可以連續在四日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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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在第一次蓬佩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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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自己的發揮在今季不算做到最高的水平 所以剛才宣布得獎名單有自己份的時候 其實都有少少意外 至巴西中場敵刀 今年獲得新增設指比現役黨肖球員投票的 球員之聲大獎 現在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獲得兩套比賽 我沒有期待這套比賽 謝謝別人 我和我,我的隊友,我的隊友,我的朋友,我的隊友